在如今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很多人对自己的体重身材都是非常在意的 特别是娱乐圈的明星 他们为了上镜能够更好看一些 自然就会更努力的管理身材 那么上镜好看的明星 真实状态究竟有多瘦呢 这里是八爪鱼 天天盘明星拯救不开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路人镜头里瘦的吓人的明星吧 天天盘明星拯救不开心 女心理师热播的时候 杨子的身材饱受争议 部分人觉得这样的身材很匀称 也有些人表示 天哪怎么胖成这样了 杨子还是快点减肥吧 一直以来 杨子表示自己都是一个异胖体质 在拍《欢乐颂》时 她演的是个吃货 得知自己下一部戏是青云至终 如同仙女一样存在的陆雪骑士 杨子表示自己每天晚上收工后 会去跑一个小时的步 她说自己最胖的时候110多斤 当时禁足压力很大 而且清云至同组演员都很瘦 她就靠各种节食加运动 最后瘦到97斤 除了清云至 杨子还被香蜜减过肥 她说为了贴合角色 拍香蜜瘦了18斤 剧中可以看出 瘦下来的她五官更加精致 腰也变得很细了 但上级好看的女明星 其实私底下都是过分瘦的 比如迪丽若巴 红胆上的她 完全就是仙女般的存在 但近期的她变成了这样 可在爪爪的印象里 若巴原来的身材 本就非常优越啊 妖系推长 凹凸有致 参加各大活动拍出的照片 经常一技绝成 为啥还要费尽心思的减肥呢 似乎和最近拍的古装剧有关 书里对后期的女主是这么描述的 看来这部剧还真是折磨人啊 看看同剧组的工具 也瘦了很多 路人镜头下的俩人 瘦得都像平板了 金沙够平板 录浪姐2的时候 吃饭都随身带秤 来控制食物摄入量 可镜头是残忍的 哪怕她都这么努力这么瘦了 穿起紧身礼服走红毯时 腰间还是会显得有点肉 什么样的女明星穿紧身礼服裙 才不会显胖呢 干瘦的 大家看跟金沙出席同一场活动的金沉 锁骨铭鲜 手臂鲜秀 用皮包骨来形容都不为过 在另一场活动上 金沉甚至被路人拍到胸前的肋骨 根根分明的照片 瘦到已经没什么美感了 这么瘦的金沉 现实生活中只会给人太瘦了的感觉 但在镜头前就是刚刚好 情况类似的还有安吉勒贝比 出席巴沙慈善夜时 她穿了一条绿色花朵裙 金修照看起来很鲜 而在路人拍的照片中 却瘦得肋骨分明 参加时尚盛典 一身典雅大气的白色托尾高顶礼服 手女发十足 可从现场图来看 瘦成皮包骨的贝比 背部凸起的骨头不仅没有美感 反而还有点吓人 锅瘦的胸部也导致 礼服和上半身之间空出较大缝隙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 好像被套在裙子当中一样 换上休闲服的时候 更是会把干瘦的身材暴露无遗 其实杨妮已经不止一次被指锅瘦了 俗话说一孕胖三圈 可这话在她身上似乎是了零 身高167厘米的她 在怀孕时最高体重也才108斤 蝉子复出后的她 居然比怀孕圈还要瘦上一圈 胸前更是排骨累累 瘦得吓人 想想当初嫩模石器的杨颖 虽说算不得丰满 耗在身材整体匀称 比起现在过分销瘦的身材 还是曾经的她更养眼 凭你好李怀音一炮而红的张小斐 荧幕上不会给人很瘦的感觉 而是恰到好处的修长身形 实际上张小斐本人挺瘦的 媒体镜头下真实的机场街拍 她的大腿似乎跟小腿一样细 形容为筷子腿都不过分 乔欣也一样 机场实拍途中脸是正常大小 可因为腰和腿都太细 就会瘦得像大套娃娃 瘦成这样的乔欣 在现实中应该多吃点才好看 可是当她穿起紧身的礼服裙 反而瘦得刚刚好 如果真的多吃点 说不定腰会显粗了 结婚生娃之前的西梦瑶 曾是在秀场上大放异彩的名模 当年的她虽然瘦 但不是干瘦的类型 而是匀称 有力量的瘦 可那时候西梦瑶的名模身材 侧面看是像纸板一样的扁身材 没办法让人夸出口 反而想劝她多吃点 所谓的模特身材 其实放生活中过于瘦了 后来西梦瑶怀二胎 出席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发现 她上半身变得风雨了 不再像从前那么骨感了 实际上刚怀上二胎的西梦瑶 还是很瘦的 只是不再是从前的纸片人 上镜显胖 现实中其实刚刚好 要提起娱乐圈里 真正已瘦出名的女星 鲁玉一定拔得头筹 早些时候 鲁玉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段问答视频 视频中的她似乎又保瘦许多 双甲凹陷明显 手臂细到像棍子 完全称不起衣服 因为身形太过瘦小 看上去仿佛开了大头特效一般 其实年轻时的鲁玉 根本不似如今这般弱不胜一 想当年她刚进电视台的时候 还是个留着学生头 脸颊肉多多的姑娘 满脸的胶原蛋白 可后来的她 一步步变成了减肥狂膜 甚至到了瘦骨灵巡的地步 还被贴上了大头娃娃的标签 前胸贴后背的受血身材 让鲁玉连最小码的礼服都无法驾驭 即便上节目时 经常选择穿戴袖子的衣服 可瘦成杆的她 穿起来也像是发育不良的小孩 在瘦这件事上 能和鲁玉有一拼的 当属凭借沿喜攻略走红的吴景岩 在2021年国际盛典的红毯上 吴景岩身穿深微脱体长裙 可惜她实在是太瘦了 完全充不起礼服 松松垮垮的效果 让整体造型减分不少 从侧面看过去 无论是胸前肩膀还是胳膊处 衣服就像是挂在吴景岩身上一样 几乎没有合体友情的感觉 某次走红毯因为太瘦 手指细到戴不稳戒指 一抬手给媒体朋友打招呼 戒指就飞出去了 后来她只好拿了胶带 缠到手指上固定戒指 其实早在吴景岩凭借 魏英洛爆红的同时 她手褻的身材就藏不住了 165厘米的身高 体重却只有80斤 加上脖子很长 总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威力毛衣更将她胸口 一根根肉眼可见的排骨 展露无遗 感觉下一秒 她就要被沉重的毛衣给拽到在地 撑不起衣服的身材 看上去就像是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 就算是穿着高定礼服 可这凹出的胸骨和锁骨 却比脸更强劲 看着快瘦成骷髅人的吴景岩 很难不说她是鲁豫二号 就快要受脱象的影儿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视频 她在视频中非常焦虑的对大家说 我最近长胖了 但又管不住嘴 随即拿出一盘全绿蔬菜 竟说要解解铲 影儿的焦虑也不是毫无缘由 曾被潮视偶像剧中最胖女主的她 就因为壮实的身材 不仅被网友吐槽 失去了许多偏约 因此她下狠心结识减肥 这才有了后来 一天只吃一粒老干妈的疯狂举动 后来的她减肥成功 整个人充满了骨感 还被视为是娱乐圈减肥成功的励志典范 谁知减肥过度的影儿瘦过了头 直接减成了排骨胸 胸骨突兀的显现出来 这种病态瘦也让她遭受了不少非议 就连性感的亮片吊带长口连衣裙 也救不了她这秒杀飞灵的排骨胸了 这样不健康的减肥方式 大家还是敬而远之吧 可减肥被看作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业 说放弃谈何容易 更何况是娱乐圈的女明星呢 比如周秀娜 一向以性感形象是人的她 拥有一副羡煞旁人的傲然身材 谁知近年来不知是不是纯迷减肥 一向汹涌的她却金线排骨胸 被网友调侃成周秀娜 总的来说 上镜瘦的刚刚好的女明星 私底下看着都会太瘦 接近于纸片人身材 但如果男明星是纸片人身材 上镜就没那么好看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云熙 看她新剧的剧照会觉得她很帅气 可看剧的话就会发现她太瘦了 无论跟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同况 都显得很瘦小 太瘦的话 跟哪个女演员搭戏都很难有CP感 因为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通常都要保护女主角的 可罗云熙看起来反而想需要女主角保护 所以她跟宋倩承销搭档的两部时装偶像剧 都被吐槽没有CP感 而在路人的镜头下 罗云熙看着就够瘦了 甚至会让人怀疑她营养不良 因为千古绝尘被嘲笑胖头鱼的徐凯 也开启了保守模式 上半身因为衣服宽松 看不出具体的身材轮廓 两条露出来的腿则已经瘦成了主感 毫无坠肉 简直比很多女明星的腿都要细了 她身高有186厘米左右 但现在的体重看起来只有120多斤 为了角色瘦到皮包骨的男星还有很多 朱一龙自爆为了新剧叛逆者 在禁足前减重10斤 电视里的她眼眉下垂 眼窝凹险 颧骨突出 皮肤状态也差了很多 确实看起来比本人老10岁 而这也是过瘦导致的 当超前几年拍摄张一谋导演的电影影影 因为要一人分饰两绝 而且两个角色差异很大 一个身形挺拔 一个瘦骨凌寻 所以她在两个月内急速减肥40斤 为了快速掉秤 她连续15天 每天只吃800卡路里的食物 最少的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 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肌肉猛男 变成了肋骨突出 瘦到脱象的流浪汉 为了角色减肥无可厚非 但如果为了追求美而受到病态 真的就不值得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这些受到过分的明星 你觉得谁最难接受呢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 感谢观看